再生能源是全球的一大趨勢 台灣的目標是要在2025年達到綠電15% 不過再生能源發電有間歇性問題 如果沒有儲能系統 的確很容易會浪費掉 因此為了保障電網穩定性 宜蘭蘇澳跟花蓮和平的儲能系統 占全台灣儲能總容量的72% 希望發揮挑協功用 一支支高聳的鋒利發電機 佇立在道路兩旁 還有一大片的太陽能板 這裡是張斌工業區 也是西部重要的鋒利發電場域 現在是中午時間 是太陽能發電的最大值 不過當太陽能發電 沒有用完的時候 其實就要靠這個儲能櫃 來做調節以及電力的儲存 不過現在儲能櫃 不只是在做綠電的轉換之外 其實還有很大的功用 就是來穩定電網 目前儲能系統 在台力集團的部分 這個區塊 我們大概可以調節到 20%左右 20%到30%左右 在白色貨櫃裡裝載的就是 儲能重要電池儲能裝置 也是國內首作大型AFC 智慧儲能系統 調節光電風電的間歇性 讓綠電發揮最大功效 儲能在電網的運用 它其實分所謂的這個 我們叫表錢跟表後 表錢就是直接參與電網的運作 接受這個台電的指揮去做運作 我剛才講特別是在台電 有這個電網頻率不穩 或者是供電不足的時候 因為它環應非常快 可以立刻去參加台電 大概就是一個應急救急的狀況 雖然還更重要更重要 它是行為這個所謂微電網的一環 為了確保電網穩定性 這座動態儲能櫃 能夠及時補足電網需求 不只在張斌 台尼在宜蘭蘇澳建置 35MW EDRAC儲能系統 再加上最大儲能裝置的 花蓮和平廠100MW 相當於提供3萬多家戶 24小時的用電量 全台加起來的儲能 占國內EDRAC儲能總容量 72% 達到145MW 不過要走上綠能發電 光是台灣現有的儲能櫃 仍是遠遠不夠 以台灣的儲能嚴格來講 現在其實還是很欠缺 其實台灣的所謂的 近年的策略 它2050年近一歲 它有一個要求 你綠電要達到一定的比例 那對我們來看 這個儲能跟這個綠電 它其實要有一定的比例 才能夠讓這個綠電 發揮到100%的功能 以我們的角度來看 我們認為至少應該有20%的儲能去搭配 綠電才能夠讓這個綠電100%發揮的功能 以現在台灣目前整個裝置量 就是已經上限的裝置量以我們來看 你把這個電池加起來 大概也就是差不多1GW的這個量 那其實現在的綠能早就已經是230了 其實這個比例其實是還不足的 台灣的電網相對穩 所以調平的這個需求 它大概已經達到上限 可是它真正的問題是在這種 因為綠能產生的供電的夜間 跟這個白天的不平均 這塊的儲能是遠遠沒有辦法滿足現有的要求的 建制儲能做消風填骨 移轉電能提升能源運轉效率 不只量體要大 過去儲能廠的安全性遭到附近居民質疑 現在儲能櫃防火防暴的效能升級 讓家戶型工業廠房的儲能更能普及化 隨著綠能的需求 根據再生能源顧問公司預估 2030年台灣電池儲能市場累積規模 大約達到7到8GW 累積市場規模高達2000億台幣 若以全球市場來看 2022年全球儲能市場規模達到447億美元 預估2032年成長到1679億美元 前電池儲能其實相對於 再生能源成長的比率來講 目前還是有成長很進步的空間 針對國內來說 再生能源的滲透率如果越高 對應的儲能系統也需要震懾 那未來就是考慮到 你儲能系統的成本能不能夠降低 決定他在商業化能大規模的應用的可能性 加上未來用電大戶十分之一的總電量 都得靠綠能支撐 儲能設備必須得跟上 才能真正落實綠色家園願景 TVB新聞 余憲害劉軍彰化採訪不到 那您知道用過的紙餐盒回收應該丟哪裡呢 有人認為應該是要丟紙類吧 但其實這是錯誤答案 必須要丟進紙容器回收才對 而目前台灣的紙餐盒回收率 雖然達到80% 但其中不乏的是分類不清或貪圖 方便沒洗乾淨 觀念恐怕還有待提神 清洗過後的紙餐盒 隨後依照分類丟入餐盒垃圾桶 員工中午用餐劑場 隨手分類做環保 但在紙餐盒這一塊 分類上要特別注意 紙餐盒是餐盒 它不是紙類 因為紙類就是我們一般的紙張 紙餐盒是容器 待會用完之後要把它清洗完 清洗乾淨之後水甩乾 再放在紙容器的回收的桶子裡面 紙餐盒雖然是紙開頭 但卻非要丟在紙類回收 很多人更因為用餐關係 餐盒有膩有髒污 為了方便就直接丟入一般垃圾 導致本來可以回收的紙類餐盒 變成垃圾燒毀 環境部表示主因是在於 紙餐盒為了防油防水 通常會有特殊隔膜或的材料 導致在回收上要特別處理 不能直接丟紙類 或成當成一般垃圾 我們全家都會 從長輩小孩 我們每個人都會分類 對 因為分類好 清潔隊才比較方便收取這樣子 分得很清楚 餐盒就是盒子 紙張就是紙張 然後就是什麼報章雜誌 你不要看報紙 紙張 那個就是紙張 有很多民眾吃完了以後 就覺得沾了油紙 沾了湯上水水 想說那剛剛應該沒有回收價值了 就把它給丟到垃圾桶 有一些民眾 大家也想著說紙 大概也是應該 那我就跟著可能跟紙箱 甚至是還有舊報紙舊雜誌 就一起回收 那這個對我們來講 都是比較 不是很妥事的一個去處 本地部檢出因為儀器性餐盒 為了防水還有防油漬 會在表面上塗上一層聚乙烯 或者採取靜蠟處理 額外添加的塑膠薄膜 必須要送到特定處理廠跟紙盒分離 才能循環再利用 因此在回收上不能跟廢紙一起丟回收 而是要單獨丟到餐盒容器類回收 提醒民眾在分類上要特別注意 要回收紙餐盒容器 必須要收到專業的廢紙容器助理廠 首先將磷膜跟紙張分離 回收纖維之後再製成紙製品 塑膠膜也會處理成塑膠粒 再加工成塑膠製品 為了回收效率 建議民眾在回收紙容器之前 先簡單清洗油漬 晾乾之後堆疊減少容積 完成之後再交給資源回收車處理 如果在分類上 紙類跟紙容器是必須被分開來的 因為一部分是有補貼 一部分沒有 處理量量上是有限的 那如果處理量上有限 那當然這樣處理廠 他就會去挑回收物 那如果說這些回收物 他特別的髒 特別的亂 那也許對回收廠來講 他覺得回收起來 他並不划算 那他可能就會把他 就拒絕回收 或者是直接就丟棄 也會造成民眾 他所謂的這樣的誤會 環境部跟金部表示 紙山盒回收行之有年 在回收上也算前斷斑 目前紙山盒回收率達80% 但往往因為分類觀念不清 或者民眾貪圖方便 導致回收率難以再提升 專責回收廠的業者點出 廠商目前會大量使用紙杯紙容器 但在國內能夠處理紙杯的廠商並不多 在近期暴增的紙杯量的情況之下 能否完整處理掉值得觀察 這一點就跟塑膠容器不一樣 塑膠容器的話 它其實很簡單的粉碎清洗照例就可以 可是紙容器的話 你就必須想辦法去散漿 並決把塑膠磷膜給分離開來 所以它的碳排 或者是它的沸水 相對其實都是滿高的 那這一點也就是說 有一個問題在於 那處理這些紙容器紙餐盒的工廠多嗎 其實並不多 台灣就少數幾家而已 環保回收行之有年 小小紙餐盒 觀念上也得加強 讓回收效率得以提升 TVB新聞六號來一名 台北長毛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